回忆修仙世界第九十一章斩鸟,第九十一章,斩鸟,仍耳听不到那独特的鸟鸣,悄无声息就会被勾魂鸟攻击,等发现时就迟了,约是斩查时间,就在周凡他看不到的稻田边缘,在田边的数十个稻草人中的一个稻草人,他的斗力忽然动了动,一指拳头大的黑鱼鸟从草头内沾了出来,在黑鱼鸟出来的瞬间,站在墨圈边上的鲁魁等人就看见了,他们没想到这勾魂鸟会躲在稻草人的地方, 头上,勾魂鸟红毛鸟头上没有鸟会,看起来很未怪异,他那双血红的眼睛转了转,然后双翅一阵,朝道田飞落,快得只能看见一团黑影,眨眼就站在了瓦盆边上,盯着盆内的血红倒鼓,在他双爪抓在瓦盆边缘的时候,一直敦服的周凡才看到勾魂鸟,他眼神一凝,右手的刀横劈了出去,在勾魂鸟落下之前,周凡早已在脑海中构思了数十种劈法,所以才能做到没有 任何的迟疑,只要他稍有迟疑,就可能会被勾魂鸟发现,勾魂鸟站立的位置就在他构思的批法之中,所以这刀很快,快到没有引起任何的生息,快到划过田野里的河苗时,河苗还没有断开,那刀就砍在勾魂鸟身前了,但就是这样快的一刀,勾魂鸟却是察觉到了,鸟翅急速一阵,他向着瓦盆中心落下,避开了横劈而来的一刀,只要这一刀过去,他就能急速飞翔而起, 而且这时他那没有鸟会的嘴发出了一声人而无法听到的鸟鸟,这样的猎杀惹怒了勾魂鸟,他要杀死这个赶袭吉他的人,周凡左背的进鞋扶一脚已经燃烧起来,浅黄的火燃出了黑灰,这一切发生的极快,都在一刹那间,只有放慢数倍的镜头才能看清这些动作,勾魂鸟没有理会自己独特的鸟鸟有没有起作用,他已经震翅飞起,想远离 这个危险的人类,这时一只浑身赤红的铁剑居然急射而来,正是射向勾魂鸟,勾魂鸟很敏锐听到剑矢的破风声引起的空气震动,在瓦盆之上的他乘着刺来的锋利鸟身微微一斜,就轻松避开了这只铁剑,但也因此勾魂鸟的急飞停滞了一瞬,这一瞬对于周凡来说已经足够了,他的刀急劈而回,作为一个刀客,周凡想过自己第一刀会失败,所以他在脑海中不仅提前构思了第一刀,还构思了失� 快之后该如何补上第二刀,这第二刀同样是早已准备,所以还是很快,丝毫不逊色于第一刀,快的刀划过没有任何风声,快的只能见到一抹刀影,追风是,勾魂鸟飞速迅即,但在避开一箭之后,又没有流风的作用下,他已经无法再避开第二刀,涂着烈焰的刀锋将他怪异的红鸟头披了下来,勾魂鸟分成两段,向着和田摔下,他的身体燃起了红色的火焰,慢慢烧成了灰烬, 这时,周凡周围才有和苗开始断裂,掉落在和田上,鲁魁等人冲了过来,他们没看清楚,不知道勾魂鸟究竟如何了,等走近才看到那小团燃烧的勾魂鸟,周凡脸上露出疲惫之色,他收刀回撬,这样快到极致的两刀已经是他的极限,好,实在太好了,鲁魁哈哈笑了起来,这极为难缠的勾魂鸟还是被他们杀死了,周凡道,应该是好险才对,要不是有刚才的那一件, 我就让他逃了,黄浮师笑道,刚才鲁队长那一件起了作用,但最为关键的是周队长的刀法,要是没有这么快的刀法,我们恐怕就连这个猎杀计划都无法完成, 毛浮师看着周凡左背上已经烧了小半的禁鞋服,他也松了口气道,只是付出了小半张禁鞋服的代价,就能杀死勾魂鸟,这已经是很值得庆贺的事情了,周深深没有说话,但他眼神热烈看着周凡, 他发觉自己低估了周凡,这人一直在藏着,这么快的刀法,以他的剑法他也没有把握避开,这绝对是他的劲敌,杀了勾魂鸟, 稻田的问题也算是解决了,两具尸体被愿意练尸的队员收拾带走,队里还特地给那个被开剖过的队员家人额外的赔偿, 处理完这些琐事周凡就下职回家去了,饭后他来到屋后小院,练完今天的扑石四世后,采取出了红瓷瓶,红瓷瓶里装着的是三颗炎羊单, 因为咒鬼的问题没有解决,得到的炎羊气却是一直没有修炼,现在却是时候了,由于修炼炎羊气短时间没法乱动弹, 周凡也不可能留在危险的巡逻石修炼,只能将炎羊气的修炼安排在晚上空闲时,周凡回想隐藏在脑海里的炎羊气修炼之法, 他盘腿坐下将三颗炎羊单一一吞下,合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的双掌骤然有深红火焰燃烧起,周凡紧闭双眼的眉毛促起,双掌的两处火焰在黑夜中,时而明亮灼热,时而暗淡预袭,明亮与暗淡不断交替着,就像会呼吸一样, 闭上眼的周凡心神全部集中起来,他在按照炎羊气所记载的在心中画符,画的符文散落在身体各个角落,这是一种很玄妙的状态, 半住相后,手掌的两处火焰渐渐收敛,袭灭,黑暗中,周凡睁开双眼,他的眼瞳染上两点淡淡的火星,火星很快就一隐而逝,他摊开自己握拳的双手,在两指手掌中,出现了两枚大小一样的红沟玉状的符文,周凡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掌心的红沟玉状纹,他骤然一握拳,两个拳头有着深红火焰升腾而起,火焰不算旺盛,只是恰恰覆盖了拳源,一圈小小的燕边摇曳,拳头的火焰很快又熄灭下去, 他站起来,拔,出了直刀,他的掌心有着火焰油刀柄沿着直刀蔓延,将直刀完全覆盖了起来,刀尖的深红焰点微微摇摆着,周凡眼露惊奇之色,这炎阳气果然独特,能自如底跟他的拳头与兵器融合起来,虽然现在的威力与小燕幅相当,但却能慢慢成长,炎阳气是一种独特的力量,与他纳入体内炼体的原力又截然不同, 按照炎阳气典籍所在,是纳入淬炼空气中的火精而炼成的一种火焰,诡异修仙世界第92章摊牌,第92章摊牌,炎阳气以三颗炎阳单位影,给周凡提供了能汇出体内炎阳纹的力量,炎阳纹在体内鸣刻而成之后,他的双手就多了两枚红勾玉符纹,炎阳纹纳入的火精就通过掌心的勾玉符纹释放而出,日常的修炼就靠身体内的炎阳纹纳入火精储存精炼, 从而补充火焰和增加火焰的威力,那炎阳符纹还保护着他的身躯没有受到火焰的侵蚀,这样的武技已经远远超出周凡的想象,周凡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这炎阳气由于数量太少,只能勉强当作攻击的用途,却不能不满他全身来御敌,要是能御敌,那战斗中能起的作用就更大了,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尤其是炎阳气与小焰符等符,能叠加使用,这叠加使用才是最为重要的, 有了炎阳气他杀伤敌人的威力将会大大增加,炎阳气已经入门,有些事必须要开始做了,周凡琢磨了一会,才结束修炼回屋,入梦后,周凡出现在灰河空间,船上没有雾的身影,他试着换了几声,雾一样没有出现,周凡只能叹气作罢,他本来还想着今天杀了一个血油,他就有了四条灰虫,也就是两个鱼儿, 他还考虑着今夜钓鱼再增强一下自己的实力,看来并不是他叫雾,雾就会出现,他要吸取教训将雾不会出现这个因素计算进去,好好谋划钓鱼的是,要不然想钓鱼时找不到人,那就有些麻烦了,周凡收敛这些心思,炎阳气与虎形十二是这样需要吸那能量的武功不敢在灰河空间修炼,周凡只能继续锤炼自己的基础刀术和追风式, 等到了时间,周凡就自动脱离了灰河空间,爹娘,今晚下之后,我有些事要跟你们商量的,你们也早点回来,吃早饭时,周凡想了想开口说道,什么事呀,贵凤脸带疑惑问,周凡只是说时间来不及了,晚上再说,就拿起巡逻的物品,带着老兄离家了,周凡早已想好,有些事是到了与爹娘开诚不恭说的时候了,白天巡逻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天安然无恙度过, 下之后,周凡早早就回到了家,吃晚饭时,贵凤又追问周凡究竟要跟他们说什么事,周一慕也是好奇看着周凡,周凡只是推脱说先吃饭,吃晚饭做完事他在跟他们说,见周凡表现得这么隆重,周一慕与贵凤两人心里都有些紧张,一家人匆匆吃晚饭,周凡去帮贵凤收拾完碗筷,他们才回到了屋里的小厅,厅内只有一盏油灯,油脂浸润的灯芯散发着昏暗的光芒, 周一慕拿着黑铁水烟壶,正在抽烟,周凡将木门关上,他拉来木凳坐下,坐在一边的贵凤双手平放在膝上,他看着自己越发成熟沉稳的儿子,在心里想究竟是什么事呢? 老狗蹲在角落里,看了一眼周凡一家,很快又闭上了眼睛歇息,周凡脸色凝重,他看了看贵凤,又看了看周一慕,轻声道,爹娘,我想说的是上次我摔伤的事情,周一慕与贵凤眼瞳颤抖了一下,他们早已经有些猜测,没想到周凡真的是在跟他们说这事,屋内沉默了一会, 贵凤急声道,阿凡,你是不是想起了蛇吗?周凡摇了摇头道,没有,我蛇吗都想不起,贵凤又是关怀道,阿凡,那你是不是觉得脑袋哪里不舒服? 不是,周凡又是围摇头,娘,我身体好的很,我只是想知道,我摔伤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每次问你们都是吱吱吾吾的,贵凤与周一慕对视了一眼,依然是贵凤道,哪里有蛇吗事? 就是你摔伤了,我们就给你找来大夫医治,然后你就好了,就这些,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周凡苦笑道,娘,那你告诉我,我是在哪里摔伤的,为什么一个人摔伤了,要在家里养半个月,贵凤愣了一下道,你是在门前自己顽皮摔倒的,摔得很严重,当然要在家养半个月病了,不过你一直没醒,你是怎么知道自己养了半个月的病? 这点贵凤从来没有跟周凡说过,周凡道,兽侯告诉我的,娘,我摔得昏迷不醒,躺了半个月,那你们为什么要阻止兽侯和小柳来看望我,刚醒的时候,周凡因为光头的原因,他本来以为自己只是昏迷了两三天,后来询问兽侯,才知道实情不是这样的,至于他的头发为蛇吗一直没有生出来,那只能是爹娘要观察他伤势,一直不断在替他替发,贵凤促眉道,生病又不是, 什么好事,当时你又没醒,所以就不想让他们进来打扰你,周凡叹气道,娘,你在骗我,贵凤脸色为变,他摇头道,阿凡,我没有骗你,周凡为这一刻准备了很久,他不会让贵凤就这样敷衍过去,先看了一眼保持沉默的周一幕,他缓缓道,我知道我不是摔伤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这都不对劲,是不是张鹤让你们骗我的,贵凤有些着急道,你这孩子,这是跟张大夫有什么, 什么关系,你不要瞎想,你就是摔伤的,他威胁你们嘛,周凡就没冷声打断道,能让你们屈服的威胁也就只有我这个儿子了,他用我来威胁你们,对嘛,贵凤道,阿凡,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张大夫,他没有威胁我们,你真的不要多想,你今夜不要去练武嘛,快去练武吧,或者在你们心中不算威胁,但他肯定说了些什么话,使得你们不敢告诉我真话, 周凡想了想看着贵凤道,贵凤不再说话,他一脸焦急看向自己的丈夫,似在说要是他再不说话,他就熬不住了,周一幕摸缩着水烟糊道,阿凡,我们不跟你说,是为你好,这个你相信吗,周凡点头道,爹,我当然相信,你们是这世界上最不会伤害我的人,周一幕从糊嘴吸了口烟,老辣的烟气从口腔入肺又从口鼻出来, 既然你知道,那就不要问了,你就当自己是摔伤的,问了没有任何好处,周凡挑眉道,我不能不问,我这时候要是再不知道,那就是真的对我没有好处,为什么你这么着急知道这事,周一幕看着周凡问,周凡犹豫了一下道,因为待会我就要去杀张鹤,我不能不明不白就过去,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诡异修仙世界第九十三章秘密,第九十三章秘密,要杀张鹤, 周一幕与贵凤皆是满脸愕然,贵凤还站了起来着急道,阿凡,张大夫是好人,你不要乱来,这是真的跟张大夫没有蛇嘛关系,他可是救了你的命的,周一幕眉头促成一团问,你为什么要杀张鹤,周凡脸色平静道,因为他想杀我,他已经失败两次了,他这时候应该再准备筹谋杀我第三次,只是他没有准备好,又或者说他已经准备好,但又在忌惮蛇嘛,所以没有动手, 我要在他动手之前将他杀了,这样的是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们,让你们担惊受怕,但我的伤,你们与他存在的关系,这实在绕不开你们,贵凤脸上露出惊慌之色,他不想相信是真的,但这话出自他的儿子,又由不得他不信,周一幕觉得有些荒诞, 他脸色严肃道,阿凡,你告诉我,张鹤要杀你是你已经证明的事情吗,你会不会弄错,周凡道,不会有错的,周凡心里已经肯定,否则他不会说出来,贵凤慌张道,可是张,张鹤他为什么要杀你,周凡摇头道,我不太清楚, 所以我要知道,你们究竟隐瞒什么了,或许答案就在你们隐瞒的事实中,周一幕看向贵凤商量道,阿凡都这样说了,我们就把事情告诉他,贵凤居然握紧了双拳,他两排牙齿发战道,不能说,说了阿凡就没了,他,他会死的,周凡眼瞳收缩,他能看出贵凤没有说谎,他有些不懂,什么样的话能让他听了会没命的,周一幕沉默了一下道,阿凡未必会死, 或许张鹤,周凡冷静下来接口道,张鹤肯定是在骗你们,世间不会有话能让人听了就死的,周凡终于知道,原来张鹤在以他的生死来威胁爹娘保守那件不能让他知道的秘密,贵凤有些六神无主坚持道,张鹤也许是坏人,但我,我觉得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说了还是太危险了,周凡沉声道,娘,张鹤可是想杀我,他教你们的话你们不能信, 这话说不定就是隐藏着要害我的信息,你们必须的告诉我,贵凤双唇战了战,最终还是没有说话,他当然愿意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事实在是太严重了,万一是真的,他将要承受失去儿子的后果,周一幕道,阿凡说的有道理,与其让阿凡这样猜来猜去,甚至要面对他不熟悉的张鹤,我们必须将我们知道的这件事告诉他, 贵凤走到周凡的身前,他用他那粗糙的手掌捉住周凡的手,他的眼满是惊恐担忧,泪水都吓得滑落下来,周凡连忙轻声安抚他,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娘本来就只是那种传统的农妇人,胆子小得很,阿凡,你答应娘,无论听到什么,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乱想,你已经没事了,知道了吗? 贵凤有些哽咽道,周凡点头答应下来,贵凤的情绪不稳定,他看向周一幕,希望周一幕告诉他真相,周一幕抽了口烟,他看着狐妖娜燃烧的烟丝,沉声道,出事那天,我和你娘外出做农活,你本来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去的,但你娘说你前几天帮家里干活太累,那天就让你去玩一天,都怪我,要不是我让阿凡去玩,贵凤眼泪流了下来,周一幕皱眉道,都说了, 这是谁也不会想得到,怎么能怪你呢?周凡也安慰道,娘,不管发生蛇嘛,我都不会怪你,你也不要怪自己,周一幕继续说道,忙碌一天,我们两个回来,舅舅看到你躺在了门前,你的后脑全是血,顺着脸流了一地,你娘看到你的样子差点吓晕过去,不过当时我也顾不得他,只是扔下锄头,将你扶起来,我一看你的脑后的伤势,周一幕说道这里停顿了一下,他看向周凡, 他的双眼浮起金色,你后脑头盖骨掉了一块下来,后脑勺有一个比拳头小一些的洞,周凡脸色大变,周伸起了细小的疙瘩,周一幕尽量说的不这么恐怖,但他还是可以想象到,他的脑袋就像椰子,被砸开一块,里面或许能看到掺着红血的脑浆,这样的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阿凡,别怕,别怕,贵凤看着沉默的周凡,他伸手抚摸了一下周凡的脸颊战声道,周凡从恐惧中回过神来,他露出牵强的笑容道,我不怕,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贵凤见此才长舒一口气,他绷紧的心也放松下来,后脑骨都被打爆,别说是这个世界,就算是前世,恐怕也难以救活,又或者说前身就是这样死的,但就算前身死了,周凡也不认为那样的状态,他还能重生在这个身躯内,周凡强忍着没有去触碰长出了短发尺的脑袋,他看着周一幕道,爹,后来怎么样?周一幕见周凡情绪如此稳定,他松了口气道,我当时吓坏了, 你娘吓得走路都在打仗,根本走不动,我心里想着无论如何都得救你,让自己要保持冷静,我怕你脑袋里的东西流出来,就连忙把你翻转身,侧抱着你冲进了屋内,我用枕头垫着你额头,将你放在床,上后,我又回到门框旁捡起你那块掉下来的头盖骨,放在床边,我走出去,你娘还在门边他眼泪不断掉,当时我就急了,摇了摇他的肩,让他不要乱震脚,我去请张大 说完我就顾不了他,冲出去找张大夫了,爹,先说到这里,我有问题要问,周凡打断道,问,你问,周一幕回忆起那天的事情,他的双手也有些发抖,这段时间想起那天的情形,他就觉得害怕,周凡深吸了口气道,你和娘回来的时候,就是发现我受伤之前,你们有没有看见什么陌生人在附近? 周一幕摇头道,没有,在路上我们只见了几个村民,周凡就没思索,他家门前这条路白天还有人经过,傍晚的时候就很少会有人走这条路,况且那时将近天黑,他倒在地上,如果不是很留心看过来,也未必能发现受伤的他,回忆修仙世界第94章就不回,第94章,就不回,周凡又问,你抱起我的时候, 那时你有没有检查过,我还有,呼吸吗?周一幕沉默没有回答,周凡一脸认真道,爹,请务必告诉我,我不会害怕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贵凤在抽烟,他不敢说,又或者说不出口,没有了,我把你放在床上的时候,你的脸色一片清白,呼吸已经断绝,周一幕叹了口气说,呼吸已经断绝吗?周凡微微低头,他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意外,但心里还是难免生起了一丝 恐惧,后脑骨裂开,生机断绝,这样的身体是如何恢复过来的,那除了这些,当时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无论是我身上还是周围都可以,周凡又抬头问,特别深刻的事情嘛,周一幕沉默回想着,当时心里很慌张,太多的东西无法记住,要说让我尤其在意的是你的脸有些扭曲凝制住了,你似乎在恐惧什么一样,周凡心里愣了一下,这叫死前记忆脸,前世做刑警 时就有不少被杀死的死者会因为死前见到一些特别的事情而脸融扭曲,这种记忆脸出现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被凶手威胁,有的是因为见到凶手的脸,死者认识凶手等原因,无论如何死前记忆脸透露出来的却做信息是,死者死的时候不是突然死亡,他在死前知道自己会死,因而恐惧的脸融扭成了一团, 这在周凡看来有些不寻常,前身是被急爆后脑勺死去的,常理来说前身是不会看到凶手,并且还不知道危险降临,而突兀死去才对的,脸的变化不会这么大才对的,如果不是突兀死去,那可能的情况就多了,比如对方一下没有敲死前身,敲了很多下才敲死前身,又或许说对方杀前身的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故意让前身知道自己会死亡, 周凡想到这里开口问,那我的身上除开脑袋上的那个洞,还有其他伤吗,周一目摇头道,你当时流血很多,但只有那一处伤口,周凡点头,对方要是真的敲了很多下,如果不是精准敲击同一处,绝不会是只有一处伤口,只能是那人故意让前身知道,为了从精神上虐待前身吗,周凡又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可惜的是能得到的信息很少,只能大约推测出前身被发现时死去的时间 很短,身体也没有太多搬动过的痕迹,但不能就这样肯定前身就是在门前受到袭击的,凶手有可能抹除了搬动的痕迹,至于前身倒下时是背面触底还是正面触底,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那凶手完全可以翻动前身的身体,周凡看向周一目道,我们家有仇人会恨到要杀我的地步吗,目前还不能确认就是张鹤干的,所以周凡才会如此问,周一目沉默了一下摇头道,没有,我和你娘 没有什么仇家,我们大多数时候在村里,村里没有那家人会恨我们恨到这种要残忍杀死你,其实你想的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究竟谁要杀你,但问题是我们家真的没有仇人,我也想不出是谁干的,汇凤也跟着道,一目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没有与什么人结大仇,周凡微微皱眉,他隐约觉得爹娘还在隐藏着蛇吗,当然这可能是种错觉, 这种时候,他们应该不会再向自己隐瞒事情才对的,周凡在关于前身的情况觉得没有什么要问的了,他脸色严肃道,爹,接下来你说的话都很重要,我希望你尽量说得详细一些,你去找张鹤时,是什么状况,周一目又是抽了口烟,认真回想到,我当时冲进他的衣馆,他正在低头整理药草,屋里还有其他人吗,他的表情你还记得吗,周凡问,没有,只有他一人在,至于他的衣馆, 他的表情,当时天都快黑了,我正的看不清,周一目回答,周凡敏锐道,你说天快黑了,你看不清,医馆里没有点灯吗,周一目愣了下道,我既不太清了,但应该没有,没有点灯,这么昏暗的环境下整理什么药草,油灯又不是什么昂贵用不起的东西,张鹤不会节省到这种地步,周凡眼神围冷了下来,这张鹤果然有问题,自己受伤说不定就与他有关,他在医馆等着自己的爹周一目 周一目上门求助,我换他,他就抬起头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我儿子受伤了,叫他赶紧跟我来,然后他就急急忙忙地拿起药箱跟我走了,你说我受伤了,有没有说清楚是什么伤?周凡打断周一目的阐述问,周一目仔细想了一下道,当时太急了,我应该没有说你受什么伤,只是说你伤得很严重。 周凡道,张鹤也没有问吗?没有。周一目回答,周凡道,他的药箱早就准备好了吗?他有没有看药箱里面的东西?周一目道,他的药箱就放在桌子上,他提起就跟我走了,他没有看药箱里面的东西。 周凡脸色越发冷然,寻常的医师准备好药箱出急诊,这不奇怪,但一个医师连问什么伤都没有问,自己的药箱也不看一下东西其不齐全,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显得很未怪异了,张鹤知道他受伤这一事实基本可以确认,周凡没有再问,周一目就继续说道,在去的路上我跟他说了你脑袋被打破了,他一脸吃惊的样子,让我走快点,我们就急着赶路,就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就到家了。 回到家,你娘正慌慌张张地用毛巾替你擦拭从头发流到脸上的血,盆里的热水都被染红了,张鹤快步走到床前,他举着油灯看了一眼脸上变色喊道,怎么这么严重,我说,张大夫,你快救救阿凡,无论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你娘也哀求张鹤,都给他跪下磕头了,张鹤没有说话,他先是捉起你的手替你把脉,又凑近检查了你身体其他地方,他摇头说,一目,这恐怕是就不错了。 不回了,回忆修仙世界第95章回魂,第95章,回魂,屋内回荡着周一幕的声音,一听到就不回,当时你娘就被吓得晕了过去,一旁的我手快扶着他不让他跌在地上,我当时很不甘心,你要是死了,我们这个加根散了没区别,周一幕说到这里看向周凡,脸上油字带着后帕之色,阿凡,幸亏你没事, 会凤又眼眶发红道,周凡心里很未感动,他道,那后面呢,张鹤怎么说,周一幕平复一下情绪道,我不甘心之余说,张大夫,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是一事,救不救的回来我都会重谢你,他一脸为难想了想,才咬牙道,一幕,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是一事,他跟我说,他有一回魂之术,或者能救回已经死了你,不过我们两个不能在场, 否则会扰了你的魂魄,周凡猛然一惊道,所以你们两个都出去了,周一幕苦笑道,他都这样说了,我和你娘哪里敢留下来,我就扶着刚刚醒来的他出去了,他还叮嘱说绝对不准偷看,要不然出了问题,他不负责,我和你娘也不敢看,他就独自在你房里给你治病,周凡赶到头皮发麻,这张鹤把爹娘赶出去,他究竟要做蛇吗,他会不会在自己的身上动了蛇吗手脚,是了,是了, 那黑衣人能在树林里找到他,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要真的像他想的那样,那张鹤肯定是在他体内留下了什么东西,甚至那东西就在他的脑袋里面,周凡忍不住摸了一下后脑勺,他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不过他脸色依然保持平静道,那后来呢,你们不敢偷看,有没有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周一幕与贵凤对望了一眼,周一幕道,没有,我担心你的情况,一直留心听着你房间, 可是里面很安静,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贵凤也是摇头表示没有,周凡想了想,爹娘两人都在听内,他们没听到,那就什么都无法问出来,他只能道,后来呢,张鹤在里面给我治病治了多久,周一幕道,当时又累又饿的,只是希望能快些得到消息,太具体的时间没有留意,但应该是半个时辰左右,张鹤才从里面出来, 我记得他是满脸疲惫,额头上都是汗,我走过去急问阿凡你怎么样了,张鹤摇了摇头道,我有些说不准,你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爹,你能不能再想想,你见到走出来的张鹤,他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周凡忍不住追问道,比如你觉得他是喜悦,悲伤还是什么的,这对周凡来说很重要,他要知道张鹤当时的目的有没有达到,周一幕脸上露出为难之色,当时屋外的光线并不好,我实在看不太清楚,会凤呼而道,我倒是想起一件让我有些在意的事情,什么事?周凡精神一阵追问,他心里很未焦急,但有线索好过没线索,而且能让当事人在意的事情,往往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会凤道,本来你爹一直用手扶着我,但我急着进房里看你,就自己站起来朝房里冲去,谁知道我当时的脚还有点发麻,我才走了两步站不稳一头朝旁边的张鹤撞了过去,他喊了一句小心,用他双手捉住我的双手,将我扶起,这时我突然嗅到一股奇怪的气味,什么气味?周凡周梅问,你先让我想想,会凤停顿了一下道,那是一股药材气与臭味混在一起的气味,那气味让我感觉到一股气味的气味。 让我觉得有些发呕,就好像尸体腐烂发出的臭味,以前我在路边见到死去的家处,就是这股气味,周凡心里快速思索了起来,这个确实不正常,张鹤身上有药材气味,甚至刚刚为他治病,沾染上血腥兴气,也不出奇,但不应该有尸体腐烂发出的气味,他把我扶起,就马上松手了, 然后我也没有多想,而是急急忙忙跑去床边看你,贵凤道,周凡将这个信息寄了下来,他又道,那你们看到我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周一目道,我跟你娘插不了两脚,我看到你的头发全被剃光了,你后脑勺的头盖骨也被粘了回去,但我看你侧脸,依然白得吓人,我又赶紧用手指伸入你鼻子叹了一下气息, 可是你依然一点气息都没有,这让周凡又是愣了一下,难道前身当时就断气了,要是这样,前身死了半月他才重生到这具身体上,半月时间,尸体早就腐烂了,在做刑警的时候,周凡就知道一具尸体就算用冰冻住,那也只能减缓腐化的速度,更何况现在可是夏天,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周凡让周一目继续说下去,周一目道,我和你娘被你当时的情况吓坏了, 心里都认为你恐怕是活不了,但我还是怀着万一的希望看着张鹤,希望他解释一下,你是死了还是救过来了,张鹤犹豫了一下才说你的情况很复杂,他说现在不能说你死了,如果能熬过一夜,有了气息,那说明你活过来了,听到他这么说,我们两个都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你还有救,忧的是怕你熬不过那夜,张鹤又说他能做的都做了,叫我们看着你,但是千万不能给你喂水,说人昏迷的时候, 一味水就会堵住呼吸,他还说他明天早上会过来看一下情况,最后他很严肃叮嘱我们,说他是用一种很特殊的法子救你的,让我们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不然他和我们都会有麻烦,甚至连你的病暂时都不要往外说,周凡沉默听着,显然张鹤这样说是不想此事引人注目,周一目又继续道,张鹤走了以后, 我劝你娘去吃了些东西,之后我们就什么都没做,一直守在床边,注意你的情况,那夜很难熬,你一直没有气息,脸白得像寒冬的血,差不多到了天亮时,我心里想阿凡你应该是就不回来了,你娘不敢哭,怕哭不吉利,影响你回魂,就在我们两个绝望时,我像那夜做过的无数次动作, 用手指叹了一下你鼻子的气息,你突然有了那么一丝丝气息,诡异修仙世界第96章特殊的痊愈能力,第96章,特殊的痊愈能力,我有些不敢相信,让你娘试了事,果然你真的有了很虚弱的气息,我又看了看你后脑勺的伤口,结果发现你后脑勺那伤痕已经愈合了,只剩下一纸长的血痕,周凡脸上露出恶然之色,这样的伤口也能愈合,我们两个当时高兴的又哭又笑的, 但又马上响起,不能太大声,就离开了你房间,到了厅里开始平复情绪,你娘提醒我,让我马上请张赫过来看看你的情况,我就立刻出门,没有走多远,就碰到了走来的张赫,他说他是来看你的,周凡这才插口问,你有没有留意到,张赫他当时和昨晚的穿着打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周一幕想了一会还是摇头道,这点我没留意,时间太久了,我连他穿什么衣衫也忘记了, 只记得他是带着药箱的,周凡陈以淫,这个世界原始简陋,就算数天不洗澡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需要太追究这类的事情,他又道,爹,那你有注意到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周一幕道,没有,他见了我只是问你的情况怎么样,他一听说你醒了,脸上就露出大喜之色,与我一起往家里面赶 我觉得这也不算不正常,一个大夫听到病患醒了,开心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周凡摇了摇头,他不认可周一幕这个说法,要是普通大夫还会这样,但对他不怀好意的张赫,那笑容就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 不过周凡没有多说,而是继续听下去,张赫到了我们家,他第一时间就去看了你,他替你把了一下脉,就一脸激动喊神奇,实在太神奇了,他当时很激动嘛,周凡脸色微动问,周一幕道,很激动,就插手舞足道了,我们喊了他好几声,他才冷静下来笑着朝我们贺喜说你被救回来了,周凡心里一喊, 这张赫会激动得连情绪都无法遮掩,那说明他的目的达到了,那会是什么目的呢,周一幕停顿了一下见周凡没有问话的意思,他又道,我和你娘同样很高兴,对着张赫连连道谢,我还把家里传下来的那件宝物给他当做了枕金,要不然那件宝物应该是留给你带去巡逻对保命用才对的,不过他救了你的命,我们也只能这样谢谢他,什么宝物,周凡咬了咬牙道,要是张赫真的诚心诚意给他治病, 那家传宝物送就送了,可是这张赫居心不良,那宝物可就白送了,周一幕苦笑道,是一件玉佩,那玉佩是周家先祖留下来的,要是怪诀接近,他就会散发热量提醒佩戴的人,与我给你买的老兄有着差不多的能力,之前得了玄币的时候,我也考虑要不要用玄币买回来,但想着送出去的东西再买回来,有些不妥,就没有在想,周凡没有在纠结那件玉佩的事,他问道,他收下来的东西,那家传宝物送就送了,可是这张赫居心不良,那宝物可就白送了,周一幕 下玉佩后,又做了些蛇嘛,说了些蛇嘛,周一幕道,起初张赫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收,推辞了几次才将东西收下,然后又说你的伤不用开药,教我们怎样照顾你,我们问你蛇嘛时候会醒来,他说说不准,说你是救回来了,但能不能醒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醒来的几率很大,他在离开前又再次叮嘱我们,说他救你的事不能乱传,连你的病也不要说得太严重,免得惹来麻烦,我和你家传宝物 你娘感激张赫,觉得他肯定是用了很特殊的法子才把你救回来,他都这样说,我们也就答应了下来,那段时间我和你娘轮流在家照顾你,张赫也会偶尔过来,直到你第一次醒来,我们才放心,不过你第一次醒来的时候还很虚弱,没多久又睡了过去,我们又请张赫过来给你看病,周凡心里为寒,他第一次醒来只是睁了睁眼,连爹娘的脸都没有看清楚,他当然不知道张赫来过, 他问,我醒来后,张赫来过多少次,周一幕回忆一下道,三次,第一次是你第一次醒来的那天,他过来看了看笑着恭赫说已经没什么大碍,又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帮你康复,他依然没给你开药,第二次和第三次凑巧都是你睡着的时候来,第二次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第三次的时候,我和你娘知道你没有了以前的记忆,就将这事告诉了他,周凡面色又是一紧道,他怎么说, 他听到你失忆后,他表情有些奇怪想了一会,最后摇头说你脑袋伤得这么严重,失忆是正常的事情,没有变白痴就不错了,我和你娘一想也觉得张赫说的对,就没有再纠结这事,周凡脸色严肃,要是张赫当时没有作假,那自己的所谓失忆,也在张赫的意料之外,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是张赫不怕他不失忆, 那前身死去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张赫,又或者更准确说,他没有看到张赫的脸,凶手有可能蒙着脸又或者另有其人,或许是那黑衣人,周凡想到这里道,我还是不明白,他让你们不要把这事往外传,那你们为什么连我也要瞒着? 周凡问是这样问,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一定的猜想,问出来只不过是为了证实,汇凤接口道,他说你既然失忆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那这是最好连你也不要说,要不然当你知道你自己脑壳被敲成那样子,只会吓得你魂飞魄散,这次再出事,那就连他也回天乏术了,周一幕也点头道,我们听他说的这么严重,而且很有道理,我们就决定瞒着你,并且还是用对外说的那个摔伤借口, 周凡心想果然是这样,这张鹤用了这样的理由,难怪父母要死死瞒着他,周凡呼而道,在我恢复意识的那几天,你们离家干农活,留我一个人独自在家,也不怕那凶手突然找上门来嘛,回忆修仙世界第97章素音,第97章素音,让周凡在家,不怕凶手找上门,汇凤脸带着笑意道,你这孩子,你醒的那几天,你爹就和我偷偷商量,怕那凶手还害你, 就故意装作离家干农活,实际一直躲在暗处偷偷看你,想将那凶手引出来,周凡脸露恶然之色,难道他那几天赶到的暗处窥视,不仅仅来自鹰鬼,还来自自己的父母,这个他还真的没有想到,那看来他被鹰鬼攻击的时候,父母即时回来赶走鹰鬼也不是偶然之事了,他当时还想着父母的心有些大之类的, 不过贵凤很快就无奈道,不过我们两个因为太过重视凶手的事,都疏忽了你大病出狱之后鹰鬼的问题,所以鹰鬼袭击你的时候,我们就慢了一步,周凡苦笑道,爹娘,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你们就没有想过,那个凶手是舞者,你们怎么办? 周凡刚这样说出来就意识到自己这话不对,周一目解释道,我们从来没有的罪过舞者,要是像你这样的舞者,他又何必藏头漏尾的,直接趁夜杀光我们一家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周一目解释正是周凡恰恰想到的,周凡沉吟了起来,爹娘隐瞒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但由此也产生太多的谜团,第一个就是那凶手是谁,他为什么要将自己打成那样子,又扔在门前这么显眼的地方, 假如那个凶手与张鹤有关,他是张鹤叫来又或者就是张鹤本人,那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把自己打得冰死,又救自己回来,这绝对不是闹着玩的,是为了在自己身体内植入某种东西吗,会是什么东西呢?周凡思路迅速转动,他忽然神情一战,是自愈,肯定跟自愈的能力有关,他之前被黑衣人打伤两次,无论第一次的剑伤,还是第二次的被伤,都能自愈,再结合自己那破开心, 这都说明他拥有自愈的能力,之前周凡还将这种身体自愈的能力归功于挥合空间,但也许他想错了,这种能力跟挥合空间根本就没有关系,尤其是他还低估了这种自愈的能力,连破开脑壳都能恢复过来,这实在是太强悍了,不过他也不能太高估这种能力,毕竟前身可是死了的,但问题是这种自愈的能力会是张鹤他通过某种 特殊的方法赋予自己的马,如果是,他为蛇嘛要选择自己,周凡越想越是心寒,那张鹤对他的图抹远超他的想象,使得他恨不得马上去将张鹤一刀杀死,但他还不能这样做,张鹤在他这具身体上肯定动了他不知道的手脚,要是弄不清楚,那过去寻张鹤,到时身体出现蛇嘛问题,那就跟送死没蛇嘛区别了, 周凡皱眉沉思,他总觉得自己有蛇嘛想差了,比如村里与他差不多年龄的少年也不算少,为什么就是自己呢,是随机选择还是别有深意,周一幕夫妇看着陷入深思的周凡,没有出言打扰,儿子自从那事后,人也变得机灵多了,他们只是安静等着,周凡想不通又按照自己以前做刑警的习惯,将事情所有线索又从头开始乐一遍,这样能让他更看清事情的本质,要说他真的有蛇嘛特别的, 那也只能是自愈能力,自愈,自愈,周凡的双眼忽然一宁,他知道自己有蛇嘛想差的地方了,这种愈合能力为什么要是张鹤赋予自己的,而不是自己天生就有的,如果是自己天生就有的,那很多的事情就能解释得通了,即使有些不通的地方,也不是大问题,周凡又是仔细想了想,他觉得自己想的没有错,自愈能力很大可能是自己天生就有的,要想知道是不是,那只要问爹娘就有的, 不知道了,周凡抬头看向了周一慕两人道,爹娘,我从小到大有没有蛇嘛异常的地方,周一慕与贵凤脸色为变,他们快速对视了一眼,周一慕那张木然的脸也有些紧张起来,他说道,阿凡,你到底问的是蛇吗? 周凡看着他们两人的脸色,心里有些惊疑,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不过周凡还是开口道,我是说我从小到大,肯定不可避免会受点伤什么的,那些伤会不会很快就好了,嗯,我说的快,是比一般人要快,比如睡一觉起来就一点伤都见不到那种,周一慕与贵凤听到周凡这样问,他们的情绪也缓和了下来,周凡盯着他们的脸, 他们似乎还有事是瞒着自己的,不过他们不想说,又与这事无关,那不说就不说,以后再慢慢想法问,关键是弄清前身是否从小有那种能够自动愈合的能力,只要不触及心底深处的禁忌,周一慕与贵凤都放下心认真想着周凡的问题,周一慕摇头道,这个我没太留意,你娘照顾你更多一些,贵凤,你知道吗?贵凤眉头为猝道,阿凡,我听你这么一说,你小时候顽皮受伤, 我记得伤口是好的比常人要快,但又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睡一觉就能好的那种程度,我印象最深的是记得你有一次手臂骨折了,都要一个多月才能好,周凡愣了一下,没有这么快,不过伤筋动骨一百天,一个多月就能好,比起常人这已经很快了,但又确实没有他想的这么快,不过周凡很快又想到,这很可能是那时年龄还小,能力没有完全苏醒的原因,娘的回答表明了自己确实有 这样快速痊愈的能力,之前的推测是错的,他的能力不是因为张鹤给的,他知道张鹤的意图了,张鹤真正的目的是自己那快速痊愈的能力,这样一来,很多事都清晰明了,张鹤所谓给他治病,恐怕张鹤做的并不多,他的身体遭遇冰死能恢复过来,靠的是完全是自己,周凡快速思索起来,现在他最大的优势 是张鹤恐怕还不知道自己知道他这么多的事情,但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身体依然存在隐患,张鹤给他治病时,很可能在他身体内留下了什么东西,否则黑衣人能在树林里寻到他这点实在说不通,回忆修仙世界第98章小气,第98章小气,如果身体的隐患一天没有解决,他在这场与张鹤的对决中都会永远落入下风, 如何解决身体的隐患呢,周凡想了想,很快就决定下来,周凡开口道,爹娘,我现在有些累,要小睡片刻,顺便把这些事情好好想一想,周一幕与贵凤皆是愣了愣,他们没想到周凡想了这么久,一开口就要睡觉,周一幕两人当然不会反对,周凡又笑道,娘,待会过了半个时辰,你就叫醒我,我还有事要做,当然,要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你马上叫醒我, 带贵凤答应了下来,周凡站起来回到房间,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听内的贵凤低声道,阿凡为什么要去睡觉,他的身体没问题吧,周一幕摇头道,他的身体没问题,他应该就是想好好些一些,我们安静点别打扰他就好,他起来可能还要出去一趟,你替他弄点吃的东西,免得饿着了,贵凤阴了声,走进造房开始烧火弄吃的,灰和空间除开灰物浓淡不一, 看起来万事不变,近来的周凡先是扫视一眼,然后他看到了雾,雾像往常一样,正坐在四方桌前,不过这次桌上只是摆了一碗白饭,米饭白如雪,粒粒精以赢,不像自己现在所在世界那些黄素米,反而接近类似自己前世的那些米,雾拿着筷子,他是一粒粒夹起,慢吞吞放入口中,周凡笑着走了过去道,今夜为什么不吃肉, 只吃一碗素饭,雾眼都不抬一下淡淡道,在这鬼地方,魂鱼蛇嘛的能吃到泥土,这碗饭对你来说算不了蛇嘛,但对我而言无疑是世间真修,这还是我花费寿命从河上吊起来的灵米煮成,灵米对我来说没法起什么作用,但我亨瘦的就是这味道,用寿命吊起来的灵米,周凡眼角跳了一下,难道是我的寿命,雾这才微微抬头道, 告诉你也无妨,这当然是你的寿命,我又没有寿命这种东西,周凡愣了愣道,这灵米对我也有用吧,雾默然道,当然有用,不过我可不打算分你一份,周凡无奈道,你这也太浪费了,要是想吃灵米,可以让我用怪绝鱼耳的,为什么要用我的寿命呢,雾冷笑道,这寿命是你交换给我的,我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些灰虫我需要很多才能用一次吊杆,可没有你这么少的数量,我明白了, 要是我的寿命,你就不用花这么多的代价就能钓鱼,周凡立刻反应过来,而且钓干一般钓起的都是自己需求的东西,周凡想钓起雾要的东西,那可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想越过规则,帮雾钓他要的东西,再跟雾换回寿命,这种是操作起来的难度很大,雾还是一粒粒米挑着来吃,你这么早过来,应该不是来找我闲聊的,有事赶紧说,周凡道,我上次中了眼皱,你也能一眼看出来, 那我的身体有没有隐患,你也是知道的吧,雾停住了快看着周凡道,哦,不知道你是指哪方面,哪方面,周凡双眉一挑,我的身体存在很多隐患吗,雾脸色平静道,半月的寿命告诉你,周凡道,半月的寿命可以,但是你要将我身体隐患全部指出来,并且要给我解决隐患的可行办法, 物竖起两根手指道,虽然在我看来,只是小问题,但对你来说也不容易解决,要我替你解决,两月的寿命,两月太贵了,周凡尝试着讨价还价,可是物闭口不言,专心吃饭,压根不理会周凡,周凡在心里叹口气,这老家伙越来越难打交道,自己可能很快就会被唤醒,只能与他交易了,两月寿命这个价格也不算高得太离谱 好,两月就两月,周凡估算着自己剩余的寿命,咬了咬牙道,若非必要,周凡都不愿意与物做寿命交易,但身体存在的隐患必须解决,物笑着放下筷子,他勾了勾时只取走周凡两月的寿命才开口说道,在你右手碗上一寸里面被镶入了一道符,那道符,叫子感应符,他还有一道母感应符,母感应符一旦被使用,他就能寻到子感应符所在的方位,这是修士用来追踪的符, 合称为子母感应符,周凡脸色为变,就是这道符,那黑衣人应该就是凭着这子母感应符轻易寻到自己的,这是你身体第一处隐患,这个隐患很简单,你回去之后自己用刀划开这个地方,物指了指自己又晚的一处道,你就能找到这道符,记住了吗,周凡点头道,记住了,第二处隐患呢,物冷笑道,第二处隐患对你来说才是致命的,那人在你身上植入了一条虫,你说虫,周凡脸色为变,就是这道符,那黑衣人应该就是凭着这子母感应符轻易寻到自己的 脸色为变道,物道,这是来自白苑黑羊肚内的幼虫,这种黑羊幼虫寄生在黑羊腹内,吸收黑羊从外界摄入的大部分养分,让黑羊长期处于骨兽如柴的状态,但黑羊一旦陷入危险状态,那些腹内的黑羊幼虫就会提供庞大的能量给黑羊,使得黑羊变得强悍起来,你的意思是那条黑羊幼虫正在吸收我的营养,试图让我变得虚弱起来,可是我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周凡眉头皱了起来, 雾摇头道,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些黑羊幼虫来自被杀死的白苑怪爵黑羊,它们被取出的时候,都已经从黑羊那里吸收了大量的养分,这也是这些黑羊幼虫的价值所在,这些黑羊幼虫经过一些特殊的手法炮制被植入人的体内,非但不会吸收人的营养,还会给宿主提供所需的营养,这些特质的虫因此又被称为生鸡虫,周凡道,照你这么说,这条虫对我应该没有危害才对的,但是我会给宿主提供所需的营养,这些特质的虫因此又被� 但是那人不会这么好心的,这虫一定存在什么问题,张鹤给他植入的生鸡虫或许是为了给宾死的他提供生存的养分,但这恐怕只是部分的目的,诡异修仙世界第99章隐患,第99章隐患,植入白苑黑羊幼虫的其他目的,误答道,问题在于,这些生鸡虫虽能够给你提供营养,但它始终控制在植入者的手中,只要植入者施法,就能将生鸡虫逆转,将你的身体所有养分吸走, 届时你恐怕连抬起一根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很大可能会马上眩晕过去,就这样嘛,周凡觉得有些不对,要是生鸡虫能做到这样,那黑衣人如果是张鹤的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杀自己,直接施法就能制服自己了,误继续道,这种养分吸收的逆转是很难恢复的,一个常人被黑羊虫吸收了养分,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根本恢复不过来,而且因为营养的失去,宿主很可能会变成 病秧子,毕竟人可不是白怨黑羊那种怪觉,拥有着能够瞬间吸收大量营养补充身体的体质,还有就是,生鸡虫一旦在人体内逆转吸收,就会完全废掉,下次再也无法使用,周凡沉吟了起来,要是这样,那就解释得通了,张鹤寂予的是自己能快速痊愈的身躯,要是使用生鸡虫,对方可能担忧 这样会废掉自己的身躯,从而影响他的计划,当然也有可能是怕浪费了生鸡虫又或者出于其他什么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张鹤肯定是对使用生鸡虫对付自己存在着忌惮,否则自己对上那黑衣人的后果难以预料,但周凡相信,对方无论有着什么忌惮,只要自己杀上门,对方感到危险,肯定会毫不犹豫引发他体内的这条黑羊幼虫, 周凡问道,如何解决我体内的这条黑羊幼虫,误收了寿命还是挺好说话的,他沉吟了一下道,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让植入者帮你取出来,他能植入去,肯定能取出来,周凡两眼一番打断道,说第二个办法,误道,第二个办法嘛,由于那黑羊幼虫是在你体内不断游走,给你补充养分,所以你是很难通过刀子将它挖出来,只有使用白怨黑羊的胆炼制的药液,将它存在。 这些黑羊幼虫诞生于黑羊体内,就算黑羊身躯庞大,但也不可能无限度养着数量庞大的幼虫,当幼虫数量太多时,它的羊胆就会渗出胆意来杀死部分的黑羊幼虫,黑羊的羊胆才能克制这些幼虫,周凡一贪手索取道,药液呢,你该不会跟我说没有吧,你可是承诺替我解决这个隐患的,你要我找这黑羊胆的药液,我肯定是找不到的,那你这个办法就没效,误冷哼一声道, 我既然说了这个办法,那肯定是你用得上的,雾摊开左手,一缕灰雾在他掌心凝聚,出现了一个碧绿瓷瓶,他将瓷瓶递给周凡道,这就是那药液,你一次全喝下去,就能将那黑羊幼虫催吐出来。 不过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有些可惜的,因为一旦被这药液催吐出来的黑羊幼虫,就因为药液的原因处于冰死状态,这生鸡虫就废了,无法再用。 周凡看了一眼手中的碧绿瓷瓶,他冷然道,这黑羊幼虫再珍贵也比不上我的命。 最后一个问题,无论是那子母感应符还是这黑羊幼虫,我取出来对方会有办法知道吗? 雾拿起搁在碗边的筷子道,黑羊幼虫肯定不会有办法感应到,至于子母感应符,你取出了子感应符,记住不要毁掉,那对方那张母感应符就不会自然,他们就无法知道,你能让我现在离开灰和空间吗? 周凡试探说道,他一直怀疑物掌控了他的自由进出,物用筷子夹起一瓣粒放进口里道,外面有人叫你,或者你的身体受到什么的碰撞,你就能出去,我帮不了你,你准备现在就离开吗? 你可是积累了四条灰虫,你要想杀那在你身体动手脚之人,不钓鱼增长一下实力才去吗? 钓鱼了,也可以找我给你鉴定呀,让我也赚一点鉴定费,这句话才是物的目的,周凡只是摇头道,不用了, 他现在有这么多底牌,而张鹤的实力周凡估计也强不到哪里去,至少比不上黄毛两位浮尸,否则他做事根本就不用刻意躲躲藏藏的,就算要躲躲藏藏,也应该早就想法收拾了他才对 那黑衣人自从第二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定程度上从侧面验证了对方的实力,身体隐患被解决,周凡完全有信心杀了他,这四条灰虫还是留着等需要的时候再用 周凡静坐等了一会,就等到贵凤唤他的声音,他很快就离开了灰河空间,周凡离开后唯独剩下物在巨大血球底下,在大船之上平静底吃着一粒粒的米饭,回忆修仙世界第100章霍庚,第100章霍庚,周凡睁开眼,映入眼内的是站在床边的贵凤,阿凡,半个时辰已经过去了,贵凤轻声提醒道,周凡坐了下来道,娘,我知道了,阿凡,你是要出去吗? 贵凤脸上露出担忧之色问,周凡没有隐瞒点头,贵凤没有多问,而是说,我给你做了些货羹饭,你待会出来吃,吃饱饭才好做事,谢谢娘,我待会就出去吃,周凡笑着道了一声,贵凤就转身出去了,贵凤离开,周凡才从枕头边上找到了那被灰雾缭绕的虚幻绿瓶,周凡很轻松伸手捉住绿瓶,将绿瓶石化,周凡打开瓶塞,嗅到一股腥气,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仰头将绿瓶瓶里的药液倒进了口里,酸色怪异的药液从喉咙滑进肚子里,周凡的腹内有股寒气升起,那股寒气很快就游走遍全身,似在追逐着蛇嘛,周凡站了起来,在寒气游走时,他感到胃好像翻转过来一样,他忍不住低头干涂起来,先是苦水从口里流淌而出, 不久有着一团蛇嘛东西经过喉不吐了出来,接着房内的灯光可以看到掉落在地上的是一纸长的绿虫,原肥的绿虫他正在地上挣扎晃动,虫躯上有着十对浅红的细小虫族,这显然就是黑羊幼虫,周凡冷着脸一脚将这虫子碾碎,他又找来匕首,一些药粉,这些东西都是他当了副队长之后准备的, 周凡用左手握着匕首按照物所提示的方向,忍着皮肤血肉被化开的剧痛,他从手腕里取出一道不过手指粗两指长的血红符纸,周凡将血红符纸扔在桌上,先撒上药粉,包扎好伤口,这符纸只是埋在了皮肤表面,所以伤口不算深,以他快速痊愈的古怪体质,伤口很快就能自愈,周凡眼神为冷,这符纸埋入他手腕内,没有受到血水的侵蚀是因为符纸材质特殊,但他 他醒来后丝毫没有察觉右手腕有任何的异常,那夜父母也没有发现他身体被植入了符纸与黑羊幼虫,显然张赫花费了不少心思,这子感应符对他身体无害,不取出来也没事,但是周凡不想让张赫知道他的动向,子感应符当然要取出来,周凡抹掉符纸上的血,露出了符纸本来的淡黄色泽,他将符纸放在枕头上,才离开房间,你的手怎么了? 听内的周一目见到周凡的右手臂砸着麻黄绷带,绷带里还渗出了一点血色,他愣了一下关心问,周凡摇头只是说自己故意化伤的,没有什么大碍,周一目见周凡不愿意细说,就没有再问,贵凤从造房用瓦盆端着货羹饭出来,他见到周凡的手臂受伤,同样关心问了几句,周凡只是笑着说没事,他拿起碗成了一碗货羹饭,或是一种带着清香的豆叶,是大卫朝普通家庭最常见的饭, 但时,周凡闻着扑鼻而来的货羹饭香,混着切成不变的腊肉用筷子大口扒拉着,一连吃了三大碗,他放下碗快停了下来,爹娘一直在看着他,他们脸带忧色,知道周凡要去杀张鹤,但没有开口问一句,怕周凡要去杀张鹤还担心他们,周凡平静道,爹娘,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带着老兄,去外面躲一躲,别留在家里,周一目道, 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一走,我就带你娘找一间废墟的屋躲一晚,村里的废屋有不少,他们想找到我们,也不容易,你还是带老兄去吧,我们也用不上,周凡摇头道,不了,我不是去杀怪爵,老兄帮不上忙的,其实他是要将老兄留给父母,当作警惕之用,周一目又道,那你自己小心点,张鹤的年龄毕竟比你大, 不要大意,周凡说自己会小心的,他回房内戴上刀,福袋等东西,又看了一眼爹娘道,走了,说完,周凡毫不犹豫走了出去,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中,周凡走了之后,一直没有开生的贵凤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道,阿凡不会有事吧,周一目沉默着抽了口烟才道,不会有事的,阿凡心系,他要是没有把握,不会去杀张鹤,这种事我们插不上手,那就只能尽量不拖他的后腿, 走吧,出去躲一躲,这时已经是深夜时分,千家灯火已灭,周凡借着天上暗淡星光摸黑前进,在不远处,有着极止绿盈盈的流营在缓缓飞动着,夏日的深夜染上一丝寒意,周凡凭着记忆,很快就到了张鹤医馆附近,他站在三丈外,看着暗处矗立着的房子,那看不清的木门,屋内没有任何的灯光,主人似乎已经入睡,周凡静静看了一会,他取出了曲鞋斗,又抽, 出直刀,转动曲鞋斗线轮,将一尺墨线弹在了刀背上,蹭的一声,弹在刀背上的墨痕晕染散开,形成了花一样的纹路,在黑夜中散发着悠悠的墨光,要不是星光照耀,即不可见,又是连续两尺的墨线弹在刀身上,与之前一尺墨线形成在刀身上构成越发繁复的纹路,直刀也微微占忧了起来, 银白的刀身宛如雕上了最为精致的黑色花纹,三道木痕240%的增幅,比起两道小燕蝴蝶加的威力还要强80%,这是周凡目前最强的攻发手段,面对未知的敌人,他没有钓鱼,但不代表他会轻视张鹤,使出了自己最强的手段,周凡将指刀收入刀鞘,又重复带取出了那道已经烧了小半的禁鞋符, 贴在左背上,禁鞋符紧紧缠绕着左背,要不是周凡主动去取,这禁鞋符都很难脱落下来,这道符,是毛符师给周凡的那道,由于周凡杀死了勾和鸟,这道禁鞋符又被烧掉了小半,毛符师就没有再将这道符,收回来,周凡贴上禁鞋符是为了以防万一,又将竖道符,一一放好,解下腰间的赤红酒葫芦,他从葫芦口吸了一小口酒,但只含在口内,没有吞下去,直刀才会, 再度出窍,目光融入了夜色中,周凡的眼神变得冷然下来,张鹤,我来杀你了,